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告诉我们 除非脱离轮回 不然生命从久远截来 总是在不断循环着 而身为一般人 对于自己今世所造的善业 恶业 尚且难以觉察 计算其累积的多寡程度 对于过去世所累积的业因 自然是更难明白了 到底该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累积的是善业或恶业呢? 袁了凡曾在了凡四讯中提及罪业 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有的相貌 情状 以及罪业清除之后的情况 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他在书中告诉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凡夫 平日犯下的过失 罪业 实在是多不生数 但我们却常常无法察觉到自己犯下的过错 事实上 一个人如果恶业深重的话 是可以从某些征兆观察到的 他在书中便举了几个例子 一 心神昏昏 暗顿 例如要做某事 但一转身就忘了 二 生活安稳 周遭也没有什么意外 内心却会烦恼不安 三 看到师长 正人君子 会感到羞愧不安 四 不喜欢听到他人讲论佛法 五 好心不失给他人东西 反而还被人埋怨 六 经常做令人感到忧虑 恐怖的梦 甚至会不断重复梦境 此外 还有许多象状 也可能是恶业深重的暗示 例如 学习佛法时感到吃力 无法先领神会 甚至今额极望 或者是突然遭遇重大疾病 意外等等 总之 我们了解了这些罪业相状后 便可以慢慢加以对质 忏悔过往罪业 并且下定决心不再犯下恶行 多行善 修行已清除无始以来的不善之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之亲近 罪业清净的相状 如果发愿改过 用功修行并忏悔罪业之后 内心也有一些征兆可以观察 一 过去心里总有挂碍 感觉负担很重 经过修缠以后 会觉得心情突然开朗 轻松了 二 过去天经怎么听都无法理解 内心和佛法之间 总有曾隔阂似的 但忏悔修行之后 天经便可理解 并感到法喜充满 或过去待人接物 总是处理不好 而现在却变得善巧 有智慧 三 从前只要事物繁忙 就容易感到疲倦 没精神 但起事来也是障碍 困难重重 经过忏悔改过之后 一样是处理繁杂事物 却不再那么烦闷 而是觉得较有头绪 进行起来也较顺利 四 过去看到讨厌的人 或是敌人 总会生气地骂上几句 现在不但不会骂他 还能以慈悲 欢喜心的心境 来与他相处 五 梦到口吐脏东西 或梦见圣贤 在和你说法 教导你 或梦见佛像 佛塔 光 阴等 或梦见到佛国净土 等美好的事 这些都是罪业消除的征兆 为了确保能够完全净除罪障 我们必须发菩提心 菩提心具有四大利益 一 清除罪障 二 快乐幸福 三 所求如愿 四 人天归敬 佛菩萨 以及祖师大德 不断地强调 菩提心的内涵 就是利益众生 以此发心 就能净除罪报 如果要生起纯净的菩提心 一定要先净化自己的内心 净化内心时 一定要先忏悔 所以忏悔是日常修行的基本功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七支供养 可以增长功德 清除罪业 一 礼战诸佛 二 广修供养 三 岔鬼业障 四 随喜功德 五 请佛注释 六 请转法轮 七 普接回向 五 五 三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死随念的修行 死随念 死想 念死无常等观念 就是常常想到自己随时会死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任何意外而丧命 我们可以时时这么提醒自己 我现在准备好可以死了吗 我真的能死而无憾吗 我真的对得起时间吗 我真的觉得自己活得已经够了吗 我可以死了吗 我甘心死了吗 或者说 我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死亡到底去哪里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生命的价值已经完成了吗 可以死了吗 这类的想法可说是一种很大的提醒 提醒我们是不是有还没做的重要事情 是否还有真正想完成却未完成的事 还有许多真正想做却未做的事 这样就可以改进脱泥带水 携带严荡的个性 少掉很多早就要做却都还没做的事情 少掉很多烦恼 少掉很多牵挂 后悔遗憾 因为遇到快要死的时候 比较容易想到什么事早就该做 却没有做 或者想做已经没有力气做 佛陀曾告诫比丘说 比丘们 有比丘观想只剩下一天一夜的时间 可以活命 或是有观想剩下一日半日的 也有观想生命只剩下吃一顿饭时间的 吃半顿饭时间的 或是吃四五口饭时间的 像这类的休息念死 都还算是放异 这样的灭死 对于断尽所有烦恼的修行 其效果仍然是缓慢的 唯有观想只剩下吞一口饭的时间可活 只剩下一口饭可活的随死念 才是不放异的 这样来休息念死 对于铸成断尽所有烦恼的修学 其效果是猛烈的 比丘们 因此我们应当学习 以不放异的观法来修习念死 勇猛锐利地铸成所有烦恼的断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不会畏惧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聚花月 阿弥陀佛书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兆倍 慈悲之夜高雄丰会 宗山书方 梁黄宝颤圆圆满日 祭蒙山诗时 恭请镇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三乐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说各位道友吉祥 我们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了生死 那么佛弟子 所达到的目的 大家的目的 都是想了生死 生死怎么了 因为佛跟我们说 无量节来 我们在这个六道轮转 经过无量的苦难 那么现在这一生 得到人身了 这是极难极难的 就是说人身难得 你得到人身了 你要不要轻轻地把它放过去 那么再得人身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佛说得人身了 我一切得人身了 闻佛法呢 并不是做了人都能听到佛所说的话 乃至于生到佛所 那个佛道就大了 现在我们没有 我们生的是末法时间 末法时间呢 就说这法已经将要灭了 所以叫末法 人身难得不得到了 佛法难闻 所以也是在末法 我们也闻到了 闻到了 不等于你就了了 佛法呢 简单说 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觉悟 也没有明白 所以说 你要能达到觉悟明白 你现在知道了 要了生死 这来生死死生 无量节来轮转的时间太长了 那怎么样聊法呢 佛说了很多的经 叫得我们聊生死方法 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啊 你从哪一法门都可能聊生死 但是哪一法要跟你有缘呢 那你读过佛经 你最喜欢的 那就是你过去所学过的 这八万四千法门 大体说 你学定啊 学会啊 说读送大成啊 那现在最方便的是念佛法门啊 你从中选在一门 选在的时候 你敢叫他跟你接近 你要过去有许习 什么叫许习呢 就是你过神学过 今生你遇到了 非常喜欢 一学就进入 那你就一直在发疗生死吧 学定 学会 乃至于读送大成都可以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最方便的是念佛 但是我们一般的啊 我们的道友 接近的念佛的人 很多很多 口念 心不念 或者是念的时候 不是心里做惯想 要惯念 要惯 惯就是想 想 不论你学在八文世界上哪一法文 但这有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呢 生死心欠 不要了生死 你生死心不欠 你不为生死 什么 古来的人 每见他人死 我心热入火 听到别人死了 自己赶紧很着急 为什么 不是热他人 看看罗文道我 但是你怎么样的能够 所谓的了生死 就是不生不死 那才叫了生死 不生死不生不死 不说你这个幼体 永远存在 不是这个含义啊 说你的心 不是那个幼体 你这个幼体是物子 不是真常的 但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生灭当中 我们有个不生灭的 这个不生灭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 你念个阿弥陀佛 说在第一步啊 生到这些了了生死了 不带这个世界轮转 是难定的 这也就是方便散巧的意思 但是我们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这个右身 第一步的生死了 要了第一步呢 就是了生死 这个了生死呢 分断生死 那还是念阿弥陀佛 先了了分断生死 对 因为他能够 什么继续相续 如果你没这个本事 没这个智慧 那你顶好 念念阿弥陀佛 不具法 那一宗成的大愿 等我到极乐寺 就再回来 那一宗成的台 figh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